日本大阪龙人墨剧团来到台湾 由芳本光司、田中征武 在台北起聪学校还有南大副聪 进行两场演出 他们两个人利用工作之余 全世界走透透 也免费为龙人表演墨剧带来欢笑 接着来看下面的报道 有趣的肢体动作引来一阵大笑 大阪龙人墨剧团远道而来 把欢笑带进了南大副聪 还有台北起聪学校 不仅全校师生总动员 还有毕业的校友呼朋引伴 回母校看表演 我跟学弟妹比起来有点老 没关系 还是看得津津有味 演出很棒 很搞笑 为了拉近和观众的距离 每段节目开场会特地秀出 中英日三种语言的字卡 经验丰富 1978年创立的大阪龙人墨剧团 在世界超过20个国家 进行了512场的演出 创团元老方本光司 已经有38年的表演经验 带着后辈田中征武 两人就拿正职工作赚的钱 到世界各地去旅行 免费为龙人表演 我当初只是受邀来帮忙打灯光 后来合作几次之后 就找我一起来试试看 方本先生一直教我 看我还不错就一起上台演出 龙人世界一家互相交流 接触不同的文化 大家就能一起提升 推广墨剧 最后还邀请南宗的同学们 一起上台试试看 这位同学学的是有模有样 活得满堂财 现场的听障朋友 大多都是第一次近距离观赏墨剧 欢笑不断 看到龙人下垂的嘴角 因为跟我们相遇 开始有了交流 脸上绽放笑容 每个人都开心 不要有战争 大家都是好朋友 要用戏剧带来和平 用欢笑对抗恐怖主义 方本公司说 他们的墨剧之旅 还会一直继续下去 记者欧佩军 邱福财才能报道 被日本扣留的我国渔船 东盛级16号 在昨天终于翻滴小琉球 船长的妻子 还有妈妈等家人 到港口亲自迎接 彼此相拥而弃 而行政院长张善正 也到场亲自迎接 东盛级16号缓缓靠岸 潘家人交集的心 终于可以放下 和母亲妻子相拥而弃 船长潘建棚立即归来 脸上神情不再紧绷 行政院长张善正更特地南下 亲自到港口迎接 一路陪着潘建棚走回家 过火炉吃住脚面线压压惊 回想遭到扣押过程 潘建棚直言日方非常无力 那边的时候 就根本就是像犯人一样 我有跟他讲说 我们那边是公寒 我要在那边作业 他也是不听我的 也不听我就直接给我上手扣 然后直接扣上他们的船 不仅遭到脱衣检查 连上厕所也受到不人道对待 张善正当场表示 将向日方讨回公道 我们的潘船长不是蓄意去做什么事情 根本从我们立场来讲 根本就没有做坏事 根本就不是暴力犯罪 或是什么诈气之类的 不应该用这种待遇 至于东盛级16号 缴交的170万元保证金 以及受损的余具费用 他也承诺先由政府的基金带电 并尽快和日本协商 协商社会刚刚讲到的这些钱 要不要要的回来 以后我们的船 我们的渔船要能够在这公海 我们认定的公海范围能够进出 能够捕鱼 这些权利我们希望都要能够要到 船长父亲也不忘要求政府 护鱼的行动不能只有一时 我们真的很高兴他们去护鱼 我们才有保障 台产跟人生的生命都有保障 如果没有去过一颗的台船 哇 冷击击啊 怎么办啊 那不过什么 这是最重要的 我国渔船东盛级16号 遭到日本公务船扣押 同时被要求缴交罚金后 人船才得以获释 持续引发台日关系紧张 政府也派出海巡船舰前往护鱼 展现护鱼决心 记者旅船陈显坤片中报道 台南汤姆熊男童遭到割喉命案 凶贤曾文青在落网之后 还曾经呛说 在台湾杀一两个人不会被判死 昨天最高法院维持一二审原判 免死定验 曾嚣张呛说 在台湾杀一两个人 不会被判死刑的汤姆熊 随机杀人案主嫌曾文青 今天被最高法院判处 无期徒刑定验 免死的结果 居然真的被凶手给料中 家属怎么样都没办法接受 我真的感觉你们真正良心在哪里 将心比心 一个小孩子这么冤死 他今天曾文青 真正良心 真正良心 真正良心照顾得真良好 你想又判他免死 那我这三年来 我为什么要一直再争取 曾文青长期失业 经济困顿 因此萌生 杀人吃牢饭的念头 一百零一年十二月 在台南汤姆熊游乐场 将十岁方姓男童诱骗到厕所 以折叠刀割喉杀死 引发社会哗然 最高法院指出 由于曾文青成长环境异常 患有精神官能症 长期受忧郁焦虑情绪所苦 先后前往多家医院就诊 精神鉴定报告都指出 曾文青患有精神病 而且犯案时坦诚犯刑 并非泯灭人性 认为他仍有教化可能 此外依据两公约一旨 不得判处死刑 曾文青历审都因精神病 被判无期徒刑 最高法院至今仍维持原判 凶手欲言 亦语成颤 方姓男童姑姑 今天听闻判决结果时 一度昏厥清醒后表示完全无法接受 直呼台湾司法令人失望 记者综合报道 南投积极绿色隧道 因为老树生长空间受限 加上车辆长期碾压 影响了树木的健康 政工所已经展开治疗 还要开辟连外道路 南投县积极镇的绿色隧道 是中部相当知名的观光景点 全线约一千多棵的张树 绿意盎然 但其实其中很多开始生病 政工所已经着手抢救计划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铺面 跟那个树跟时间是 互相有影响跟干扰的 那然后还有很多的重车 来来回回的行驶之后 把即使不铺面的地方 它的泥土也更加夯实 包括游客路边的停车 都会让这些 它的根系的健康状况 还有土壤的夯实程度 有更加的严重 积极镇长表示 目前已经利用水刀 对绿色隧道沿线的老树 进行治疗 设法增加根部土壤的 透气性和透水性 南投县府也计划新辟 连接绿色隧道和台十六线 长四百公尺的连外道路 其实我们在工程 在规划的设置上 方式可以怎么做 来降低 只会对这个鱼层动物的一个保护 对他们的侵扰会比较少 其实我们的规划的一个方向 大家都要尽量替它兼顾到 这几个面向 因为计划开辟的新路地区 有十五出没记录 所以县府和正公所都特别注意 未来正公所也将规划 让绿色隧道在特定时段 变成单行道 甚至仅让行人单车同行 降低车辆对老树和十五的威胁 记者 邱紫辈 龚安群 南投报导